2022世界宇联德国公开赛 国语女双四对组合悉数晋级 而且都是轻取对手 其中新组合郑宇与张书贤 面对白和娜与李优灵展现出不俗的晋级状态 称得上倚若胜强 次轮他们将对阵二号种子 又是一对韩国组合李绍兮与申声赞 最终张书贤与郑宇 这对新组合居然立刻世界第二李绍兮 与申声赞晋级八强 新周期开局两连胜不可谓不惊艳 其暴冷程度比之西本全泰淘泰淘田 高桥沙野家击败戴滋颖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有一对交锋可与之相比 作为国语的奸向选手 混双虽然首轮出局 女双也还需磨合 但他们在越变越好 这就是以赛带练的目的 第一局 郑宇与张书贤开局连得三分被追平 再取两分取得6比4的领先 李绍兮与申声赞一波3比0实现反超 期间三度打平 郑宇与张书贤还以一波5比0 双方陷入相持分差 不过二分战至16比16 郑宇与张书贤再度打出一波3比0 对手连得两分破镜比分19比18 顶住压力率先获得局点20比18 最终以21比19先下一城 第二局 李绍兮与申声赞先得两分取得3比2的领先 一波4比0 继而取得11比5的领先 郑宇与张书贤无力缩小分差 以15比21不敌对手 大比分1比1 第三局 郑宇与张书贤先得两分取得4比2的领先 李绍兮与申声赞一波4比0反超 郑宇与张书贤6比8落后 掀起一波5比0的攻击波 11比8 李绍兮与申声赞连得两分破镜比分 11比10 郑宇与张书贤打出几波小攻势 将分差拉开 此后对手无力追赶 以21比14在下一城 大比分2比1晋级 至此 郑宇与张书贤2比1 立刻世界第二的韩国组合 李绍兮与申声赞 这是国宇2022赛季的第17场胜利 之前南单2号种子陶田贤斗被队友淘汰 以为是本战赛最大的冷门了 现在看来 国宇女双这对全新组合新周期的开局 真是闪耀全场 接下来 他们的对手大概率是日本组合 松山奈卫与志田千阳 又是一场硬仗也等着他们 期待 张书贤与郑宇这对新组合 再接再厉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